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項目 包括原田海範圍建造全長13.5公里的海堤 為了提升海堤新景 附近水域的生物多樣性和漁業資源 機管局在聽取了環支會 和綠色團體等持份者意見後 決定利用回收的蠔殼、石灰岩和活蠔苗 在新建海堤上建造蠔椒 這個先導計劃 會與大自然保護協會及香港大學合作 這個計劃的好處一方面 可以令到舊蠔殼循環再生 既可減費 亦可以做到保育海岸的環境 這個項目是香港首個 在人工海堤鋪設蠔椒的先導計劃 如果成效理想的話 有助我們收集相關的數據和經驗 幫助我們推廣將來其他項目 計劃首先需要回收舊蠔殼 青口、扇背等外殼 亦同樣可以使用 研究團隊分別於樓浮山養殖場 酒店、餐廳等收集 並在回收場分類和風化處理 去除任何剩餘的有機物質 以免在海中傳播病源或寄生蟲 研究團隊表示 土生土長的香港巨卯麗的蠔殼 對收服蠔椒最有幫助 為何我們喜歡香港的漢漢物質 是因為它是一種旅人 它是很大、很厚 所以我們可以更快製造 整體的硬性 研究團隊將利用回收的蠔殼作為機質 讓活蠔苗在上面依附成長 繁殖成蠔 提供棲息地與各類海洋生物繁殖生活 2021年6月 團隊將回收得到的500公斤蠔殼 由潛水員分批膚設在三跑道系統北面 約600平方米海堤範圍 並移植約3000隻活蠔苗 團隊亦透過試驗不同的機質材料 觀察蠔椒於不同水深位置的生長情況 以了解蠔椒生長特性 約兩個月後 團隊抽取36個樣本進行初步分析 發現蠔椒生長情況穩定 亦有不同海洋生物 例如蟹、海鮮、蠔、青口、魚卵及魚類等 依附在蠔繁殖棲息 我們非常驚訝 不僅是蠔蟲和蟲 我們看到蠔蟲和蟲 在短時間短時間 也有其他生物 也有其他生物 我們發現蠔蟲 已經開始放股 所以我們也會增強 蠔蟲的蟲 團隊將於蠔切蠔一年後總結成果 基管局會評估計劃成效 感動員 注意缺點